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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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 突围必须先将兵力击中 再去向一个方向攻击 解放军到处都是 一线守军进行集结时 阵地一收缩 解放军就趁势跃进 趁机占领 突围又要脱离阵地 一旦突围施地 反把原来的阵地丢了 再后退 连地方都没有了 于是 张领府决定还是原地坚持固守 可是 全师经过这一次突围施力的折腾 只剩下600高地 梦两股壳库庐山等最后几个山头 各部队已经陷入了混战 连张领府这个师长都已经控制不住了部队 整编七十四师终于弹尽圆绝了 到了午后 张领府本人只有两个选择 是死还是家 最后 他选择了自杀 张领府自杀后 多数幸存下来的官兵 后来都对最后击败他们的那一路援军记忆犹新 多年后还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提及 但是 这支援军具体是哪一支部队 解放军这一边却没有记载 这支援军是谁带的 至今成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